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块钱目前达到了61块7毛钱附近 比特币继续维持在15000美元以下 那外汇方面呢 经过连续的下跌 美元指数目在昨天晚上终于出现反弹 这也使得非美货币普遍呢 是下跌大约0.5% 其他方面呢 铁矿石走势目前继续保持在长期走势图之上 也就是530人民币以上 使得澳元以及澳洲股市的特别是矿业呢 继续保持坚挺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着重说一下在这个浮夸的年代呢 我们继续要保留一点点的纯真 应该说在2017年那过去的一年 是一个资产泡沫被无限放大的一年 在过去一年呢 除了传统的股市 汇市和房地产以外 全世界投资者呢 又多了一个新的投资产品 就是数字货币 大家都知道 去年除了比特币以外 全世界呢 多了1500多种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货币 涨了最多的并不是比特币 比特币呢 仅仅是排在了第14名 涨幅为1300% 也就是涨了13倍 那么涨幅第一的是多少呢 涨了36000% 也就是呢 360倍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投一块钱 在年初年底的时候就是360块钱 你投一万在年初 那么年尾就是360万 这么样的涨幅 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字货币 在过去的这个一年中的涨幅是如此的惊人 那也就使得呢 很多时候的投资者都不愿意去关注传统的投资产品 因为你如果已经能够赚一倍 两倍 三倍 甚至于是五倍 十倍 最高的达到360倍 在这么大的这个倍数面前 你还愿意去重新看原来的啊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这种数字吗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啊 原来的数字实在是太少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过去一年啊 原来原本是啊 做厨师的 做美容美发的 做乱七八糟 其他的跟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纷纷开始挖矿啊 挖币啊 或者说都参与到这个数字货币的大潮中 而且在过去的一年 如果你并不是动用杠杆去购买这个数字货币的话 从年初到年尾 基本上来说 你都是一个盈利的状态 也就是说 去年的一年 每个人参与这个数字货币的都是赚的盆满提满 人人赚钱啊 那么但是问题就来了啊 当所有的人都不再追求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这样的回报率呢 大家都想成为下一个这个亿万富翁 梦想不要再错过这一波行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风险已经被无限的放大 咱们金融圈里有一句话呢 大家可能听过 叫做呢 别人贪婪我恐惧 别人恐惧我贪婪 如果在一个市场或者在一个产品 人人都可以做到赚钱 那么你想 天上会不会有这么好的鲜饼 如果你相信在短期内是有的 可以我们承认 事实证明也是存在 但是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 中国过去几百亿崩盘的这个什么一租宝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不用高高兴 断裂 瞬间崩盘 然后前面的人早就 才成了真正的托盘侠 所以我是想 在这个浮躁的年代 在这个在金融市场里面 大家都想挣100% 100% 1000% 300% 大家想想 以这样的情况来说呢 我们愈加需要把这个 也就是 当大家都急于挣快钱 挣翻倍 一夜暴富的时候 我们越发要静下来 想一想 当这么大的暴力在我面前的时候 背后有没有风险 我购买一个或者是 风险大不大的确不是很大 但是我在晚上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第二天 比特币会怎样 但是 这并不妨碍有无数的散户在这两次世界中 扫掉 但是 这并不妨碍有无数的散户在这两次世界中 扫掉 在我看来 还不如去赌场 玩 赌大赌小 如果你自己 对你自己投资的产品 第二天该怎么走 心里都没有一个谱的话 那这和赌博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本人在比特币上了一万以后 就再也没有参与过 即便是他 但是绝大部分的资金 依然要稳定在那些 如果数字货币中的 那么 几十美金吗 在我看来 我是不相信 他背后并没有一个实际的资金 去支撑他现在的价格 那么 目前完全的就是靠着炒作 不停的击鼓传花 这样 会有一天中 希望大家 不要把心情放在那百分之三百五百一千三千这样的回报率上 这种回报率是不理性 不合理 也无法做到持久的 咱们说白了 你在美国如果做一个基金 能够年化收益百分之三十 连做五年的话 我保证你可以上华尔街日报 甚至如果你做十年的话 连时代杂志周刊 你都可以上封面 但是 一年百分之三 这样回报 能持续 在多时候 你下一次回报 就不可以上华尔街日报 所以这个原因 数字货币分分之三 或奉献上华尔街日报 是要重复回归最安全 或者说最最合理 理性的一个投资选择 多少是合适的 只要超过银行的收益百分之五以上 都算做风险投资 那么以发达经济体来说 年化收益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之间 已经是相当不错 只要能够做到持久 只要能够做到稳定 所以说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做金融投资 永远不缺民心 但是缺的是兽心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 今天晚上呢 在凌晨十二点十五分澳洲时间 中国时间晚上九点十五分 会发布美国的小飞龙数据 因此大家需要留意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